皇室兄弟每年暑假都會舉辦返校日見面會 今年一連兩天在高雄台北開唱 23號台北場光是彩排 就已經讓現場的黃豆們超嗨 這一次的話因為以往我們都是一場 然後呢我們覺得說都是辦在北部 然後其實就有很多就是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我們就會說可以到哪裡來嗎 可以到高雄可以到台中嗎 所以我們這些就想要挑戰自己 所以就在高雄這邊也辦了一場 連辦兩場 沒錯 這一次我們的大來賓就是展榮跟展睿 沒錯 然後我們也把他們的歌 就是他們有cover 《沙克十分鐘》跟《愛》這一首歌 然後我們把它融入在我們這個課堂的音樂劇環節 其中呢 《愛》他說他們還沒有演出過 然後這一次是他們第一次演出《愛》這一首首場 其實我們去年有寫好一個微電影的劇本 然後是完完整整跟導演一起寫出來的 那因為他的專輯正在就是發行當中 所以我們國際的企劃就是延宕組 那希望說呢 他專輯發完之後 可以換他來幫我出文電影子跟我們一起 彼此幫彼此 是要必須的吧 就是該我的吧 我以為你會想說 我的夢想就是成為微微的經紀人 哈哈 幹什麼 欸你講得出來 欸你好意思 你有沒有規劃的事情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不是那不是 謝謝你 謝謝你